大概的看了看 我印象中好像是折价一半了 这个车吧 副驾有点吸腿 应该是整个设计的原因 一天一冲 开三天之后 这电都冲不上了 我只能去外边充电桩再冲 欢迎收看本期的X公里之后 我们今天的主角 就是我旁边的这台 吉利地豪的GSE 和它的主人马先生 欢迎马先生 那您先来个自我介绍吧 我姓马 这个GSE是我的 我现在工作就是互联网行业 做一个产品的方面的工作 那您就是对您的这款车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我这车是18年底 12月份买的 到现在将近两年半 开了8万多公里 将近9万了 那当时买的时候 这个车的价格是多少 这车是13万出头 零几百 对落地 然后呢 那这个当时买的时候 有哪些优惠吗 购车优惠了一个5000 好像还有一个贷款 是优惠1000多 那您有关注过这款车的 就是现在的行情吗 大概的看了看 我印象中好像是折价一半了 折价一半了 对对对 50% 对新款的车有了解过吗 好像续航比我这个更长了 咱们这个续航是多少的 我买的时候是工况353 353 因为现在的这个2020款的 这个D号GSE 它是有500公里和600公里 两种续航 然后售价是10.99万起的 它现在的终端的优惠 我也咨询了一下 就是3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区间 那您当时买车的时候 就是有没有考虑过其他车型 我考虑过传奇的GE3 但是对对对 当时因为没有我喜欢的颜色了 所以选择几个例 价钱差不多 对对对差不多 那您开这款车 行驶了8万多公里 然后这款车 你觉得有哪些优缺点吗 优点来说 其实我觉得电车都差不多 就是省钱 省钱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辆车来说 就是坐姿挺舒服的 还有保养便宜 相对于我之前油车来说 还是保养便宜 保养会便宜 因为电动车确实是保养 要比油车便宜很多 那你就是在这个电动车 就是像你有担心过 这款车的续航问题吗 担心过 就是你正常你开它 开过最远的路到哪 开到天津五青 大概200多公里 200多公里 那您这个续航到最后 基本上不剩了 我到那边有充的电 您刚才都说了很多关于这车的优点 其实对于您来说还是这款车非常满意的 那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缺点的问题 缺点实际上我印象中有两方面的缺点 第一个就是副驾这边 这个车吧 副驾有点吸腿 应该是整个设计的原因 当我把副驾的座椅靠前的时候 后排空间会比较充足 这会儿副驾除了腿部 前面的挡板顶着之外 其他都还挺舒服的 但是就顶着这一点实在是太难受了 不舒服 对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冬季的续航 说真的它这冬季的续航 说出来都是累 353公里 实际上冬天续航也就200公里 如果要跑高速的话还会更低 基本上接近一半了 那你一般正常开的话 冬天开空调吗 肯定得开 所以一般开空调 它本身的耗电量就是比较大的 就光空调来说还好 就是冬天什么都不开 这辆车有一个智能温控系统 给电池加热 本身就是耗电的 我什么都不干它就耗电 开不到200 实在开不到200 就是很多这个纯电动汽车的一个通病 其实是 还有我充电不是特别方便 就像冬天我充电的时候 一天一充 而且冬天充电速度还慢 我家里没有充电桩 我只能飞线 在这种情况下 你家住几楼我想 我们家住10层 10层 然后从10层顺线 对 我天 一天一充 开三天之后 这电都充不上了 我只能去外边充电桩再充 一般你像在外面天冷的话 它充电 速度会慢 比特别慢 对 这个方面还好解决 就是我开完车之后 再充电 这会儿电池它已经热了 充电速度能提起来 如果要冷车充电的话 特别慢 对 明白 那您就是像冬天的时候 耗电非常快 然后夏天呢 基本上那个电能耗多少 夏天基本上跟我买时候的 这个工矿差不了太多 买时候工矿353 我实际上开个300出头没问题 极限条件下奔着350开 也是差不多的 非常可以 就是它其实怎么说呢 这款车的它虚电是没有那么大的 对 只不过就冬天好点快一些 对确实是 那您有没有关注过这款车的保值率的问题 你有没有看咨询过 然后你这个车如果要是在卖的话 换车的话 二手车现在是多少钱 我大概的看了看 保值率在一半一半 50%左右 93年左右的 对 因为我在刚买这车的时候 我就考虑好了 电车肯定不保值 对 我算的是另外一个公式 就是这辆车 当我开够15万公里之后 我跟我同样的油车比 同样价位的油车 我所省下来的保养钱 还有电钱 基本上能够我买一辆新车了 所以对于保值率来说 我不是特别的看重 燃油车一般好像有很多人 对 看重这个是吧 那像咱们这款车 你现在开了8个多公里 那你后期的这个维修保养 大概费用贵不贵 大概多少钱 保养不贵 一次二三百块钱 对 还可以 中等价格 对 然后那个有没有 就是什么事故 刮仓什么的 有 就是最近两个月 发生过两次事故 都是把电车跟油车区别 就是油门和刹车 油门这电车反应速度太快了 给油就走 然后刹车呢 还有能量回收 并不像油车 那么立刻就能停下 所以我觉得操控性上来说 还得适应一下 对 那你要是开习惯了 其实还好 还凑合吧 对 至少不会像特斯拉那种 对对对 收不住 刹车失灵那种是吧 其实挺后怕的 对对对对 关于保值率的问题呢 其实是很多新能源车的一个通病 就是大家其实买新能源车呢 就不会特别在意这个保值率 因为它的保值率相比燃油车来说呢 还是稍微低一些的 但是根据58同城二手车的保值率的信息显示呢 D豪的GSE这款车 三年的保值率在53%左右 其实它的保值率也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的了 相信如果你抛开保值率的问题的话 这款车也是非常适合家用 好了 本期的X公里之后就到这了 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欢迎这个马先生的到来和分享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做出解答 好了 那本期的视频到这吧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